我们要总结我们的这一个学习,让我们来看《加拉台书》六章, 然后我们有在伯达尼堂的这个家庭营, 我们就要看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我要和你们然后回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要回到这个旧约这里, 这是值得我们来看,从和西亚,有很多时候这些话语, 我们就要这样子期待如何的学习,我们在这里学习,这样子成长, 我们有很多要关注不同的事情,思考不同的事情,无论是伯达尼堂,或者伯特利, 我们都在不断的成长,可是我们也需要虔诚的人,在这里有这一个主日学, 这个,我们在伯达尼堂有六百个,来参加主日学的,我们不要只是学习,或者,而已, 所以,我们要期待我们即时能够成为一个主日学老师,这样子教导, 有很多人都只有这个,大众化的这些知识,可是呢,我们要学习,学习,直到我们能够教导, 就是这一个目标,这就是我自己以前所立的目标,有一天我能够教导,有一天我能够传道,这样子, 我自己也有主日学,有每一个星期天早上,我只有一百多个这些,可能就是比较年老,年老的,年长的, 然后我就从我的,呃,自己的这一个,呃,主日学,我们就,我们也有他们,在他们那里,也有自己的主日学老师, 所以我们不只是,不断的在学习而已,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呃,在,呃,美国这些神学,呃,呃,学生呢, 我们说他们是永恒的学生,因为他们只是在这里,拿一个,呃,文凭,又去到另一个,呃,学校拿另一个文凭,这样子, 他们永远没有运用,还有没有了解,上帝的话语,然后去教导,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做的, 好让我们能够期待,呃,期待,呃,来学习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有这个目标,我如何能够教导, 因为这一个段经文对我来说,是多么的真实,我们二,星期二,三,四,然后到现在, 然后这就是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教义,我们来尝试,我们尽早在,在学习, 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佛,我们期待学习你的话语,不只是学习, 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坚持的去,呃,有一天,我们能够教导,呃,呃,你的话语, 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吸收你的知识,你的真理,求你赐福于我们,当我们阅读 加拉太书的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今早就要阅读 加拉太书六章,这是非常重要,让我们一起来看, 若有人,若有人,就是说,若有一个人,偶然被过犯所生,这是非常重要,我们,当我们看,教会, 一定会有,在生命里,的这个情况,有一些人是坚固,呃,呃,强壮,有一些是软弱,当然, 可是有很多时候,有一些人说,呃,牧师,你是坚,坚强的,不是,我们只有一个,一个牧师,这不是神的计划, 有一些人以为,什么都给牧师,呃,传,传到,呃,举办葬礼,婚礼,都是这个,呃,牧师,呃,在医院,呃, 呃,然后,呃,生日,呃,生小孩,他都会在那里,然后我就会去,呃,又又又又又要来到这里,去,呃, 看他,因为他又会,他又会,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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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尝试的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到萨拉越 七十年代 每一晚他们都会来 这一个查经班 因为那时候他们很多人穷困 他们不能买电视机 他们没有电视机 然后一有电视机过后 他们就不来我们的查经班了 因为他们在新加坡 他们的儿女在新加坡做工作 然后就送钱回去回家 然后呢,他们就问 牧师你是否能够换我们主日崇拜的时间 因为这个时间有一个韩剧 他们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靠的是你们属灵的人 我们能够是属灵的 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医生 他是心理学的医生 然后他就看一天忙碌过后 他就感到这么疲倦 可是他一看一个比较老的 比较长辈的这个医生 他这个医生就 他感到不疲倦 然后这个年轻医生就埋怨 他说我有十个病人 可是那个年长的有十五个 为什么他还这么看到清爽 这个年轻医生就说 我听他们的问题 然后我又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 然后呢 那个年长的医生就说 他根本不聆听 他就这样子写 要答案这样子就好了 所以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 要看我们医生是否真的在听我们的问题 听我们的疼痛 在印度 有一个人去看医生 我回答ends 我解读时 我看医生的疼痛 你读了 我答应你 你答应你 那我看医生 是家估议 我看医生 他的医生 他说 我对他说 他看医生 是家伺の医生 我看医生 有些 reim细oo 有时候我们误解 我们在做的这个目标的重点 有两件事 第一,我们要变得更加的 变成那属灵的人 好让我能够帮助别人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然后有一天 一个牧师他进来 他的教会 有一个地方 然后呢 他的牧师会去 看他们 他就说他有很多工作 非常忙碌 他说我不能够看这么多人 然后呢,我就说 你要让彼此交谈 他们 看他们那些比较属灵的人 就能够帮助彼此 帮助别人 所以他尝试 然后两个星期过后 他们就没有来 没有来这个 来看这个牧师 因为我们没有看这些 那些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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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连牧师也需要帮忙 有一个国家 他们有在这个牧师院 每一次 每一个 每几个星期 他们都会在自己去坦白的说 这是我的软弱 然后有一个牧师 有一次就说 我喜欢喝酒 这是我的软弱 另一个就说 我喜欢抽烟 然后第三个牧师就说 他们就说 你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他就说 我非常喜欢来到这里 因为我的软弱 是我喜欢说八卦 我现在认识一个 在暗中 在暗中喝酒 在暗中抽烟的人 这就是他的八卦 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们最 应该做的 就是我们彼此 彼此交谈 彼此 解决彼此的问题 有很多时候 有些人 他们每一个细节都要问 我们不想这样 所以那些属灵的人 能够帮忙吗 当然 不然的话 我们就说 每一个都是牧师的事 这就是摩西的问题 摩西从早到晚 他们都来找摩西 所以Jethro就说 你不能够这样 一百万人 你一天能够看多少人 你看一百万人 已经几年了 都已经到甲南地了 所以他就设立 那些能够照顾千人 百人 十几人 属灵的人 我们要怎样 有效率的来做 这样做 让我们来看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要 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我们只需要 这样子 告诉另一个人 那这个 信靠 就永远 失去了 我们要挽回这个人 无论怎样挽回 我们都要挽回 我们要帮助 这一个人 当然不是说 超级的力量 超级的 这一个 智慧 我们只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们挽回过来 在我的教会 当他们知道 我不舒服的时候 他们就会来找我 他们会 包鸡汤 验我 他们经常这样做 他们的 挑战就是 他们要 帮我 挽回过来 无论是我的 身体 或者是 属灵的事情 当你找到一个人 他 他是 有 他 会 犹豫 犹豫症的 那当然 你 去 和他聊天过后 你就变得更加的沮丧 可是 我们 要怎样 把这个弟兄 挽回过来 就当用 温柔的心 温柔的心 不代表 你不坚文 有些事 对和错 我们不能够 改变 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要怎样 怎样 说 对的事 错的事 你不需要 去 贬低 这一个人 你要用温柔的心 把他们挽回过来 有时候这是非常困难的 这就是 这一个礼仪 我有一个医生 我每一个月都看 去看他 他就 会问候我 我怎样 然后我就会告诉他 他就会 教我要怎样 怎样 在看病了 到最后 他 他每次都说 你先进来 然后每一次他都会和我一起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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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问我 我 缅甸 或者我肯亚 或者博士的 的事宗 的事宗 去年 其实 他 就是说 他 他不看病了 因为他有很多要看很多的病人 然后他就找一个人来帮助他 然后我就问为什么 为什么有很多医生都希望有这么多病人 他的专注就是不是金钱 他的专注是他要侍奉上帝 在其他的地方侍奉上帝 他现在就做了那些传道的医生 他要帮助那些传道 这就是我们要来帮助去挽回这一个弟兄 每一次都必定用温柔的心 不是我们说什么 我们是我们怎样去说这个话语 我们要尝试 然后我们个人的重担 要互相担当 在生命当中我们很多时候 不晓得如何的互相担 担当彼此的重担 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 他们的这些安息日 他们不同的节日 这就是他们的律法 所以保罗就说 如果你要去 这个律法 如果你们要遵守的话 你就要担当 互相担当彼此的重担 所以当主耶稣基督看到一个病人的时候 无论是一个盲人 甚至是在安息日 他都会在 都会医治他 对犹太人说 他们 耶稣就 违背律法 其实 主耶稣基督 他在 遵行律法 神的律法 所以我们必须 学习 要怎样 温柔的 挽回一个弟兄 如果我们了解的话 我们就当在 成就 主耶稣基督的律法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 这样子 天神的 去设计 我们要来学习 我们 在这背后 有一个原则 就是杀种 与收割的原则 我们要小心的来看 在肯亚 我们非常高兴 他们杀种 他们杀种 他们杀好这种 然后那一个 土呢 土呢 土地 这么的 丰盛 然后呢 他们就 有了 一个好的收割 收成 他们在四月 也有他们的 家庭营 然后他们就用自己的田 去喂那些 他们家庭营的 的会员 然后呢 现在他们有这一些 叶子 收割的 玉树的叶子 他们就去养 他们这些养 这些养也会给他们这些食物 我们杀种了 就会收割 如果我们正确的杀种 我们就会 好好的 收割 在这里我们要看 种什么 收什么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如果我们 杀种 坏的种子 然后呢 我们 收成 也是败坏的 我们要小心的来看 这是我们 一个 原则 也是属灵的原则 杀种的这一个概念 我从小 就在 新约 旧约 杀这个 知识的种子 当我成年的时候 我们 我就能够 收成 这就是怎样 操作 可是我们在杀什么种子 我们能够顺着情欲杀种 或者顺着圣灵杀种 然后呢 我们的收成 不是败坏 就是永生 如果你专注 你不会 专注 好好杀种 那你的收成 也是怎样 没有人需要杀那些野草 没有人需要杀那些野草 野草就会自己来 所以你要怎样 收个 你要怎样杀种 我们也不会 用花费力气 去杀情欲的种子 这是自然的 就好像是一个骆驼 这个骆驼 我让你骑我 一整天 我非常 在晚上 我非常的 非常的冷 只是 把我的头伸进来而已 然后 主人就说 好 可以 然后他就开 就让他 把他的头伸进去 所以在外面呢 你就看到这个骆驼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头 然后呢 他就说 如果只有 我的头 软和 然后我的 我的 我的身体 这么冷 我就不能够 我就不能够 呃呃 然后呢 他就让他的身体 伸一半进来 然后呢 到最后 他就 这个骆驼整个 进来 然后呢 他一进来 然后就没有空间 然后呢 他就告诉他的主人 呃 主人 我们在这里 没有 呃 没有位置 如果出去的话 这个帐篷可能会 呃 倒他 你出去吧 然后呢 那主人就出去 然后那个骆驼 我就在里面呃 睡着 所以这 这是 这故事就是说 这是从 呃 从小开始的 慢慢一点一点 有很多时候 有些人 也不晓得 我们是 呃 顺着情欲 杀种 你一开始 就不能够停止 你 比较爱这个 这一个 这一件事 然后呢 你就慢慢的 升级 你一开始升级 你就不能够停止 然后就慢慢 一点一点 都要升级 然后呢 你买一个新的 新的家 不是更好 所以在马太福音十章 主要是基督告诉他们说 你买一个 呃 带一个带子 因为人家会给你东西 然后呢 你一拿 你就不能够熟 你就不能够停止 但是 有一个朋友 我非常关心他 然后呢 知道 他知道 呃 在印度 我不探 探望一个人的家 可是他就问我 你是否能够来到我的家 因为他在那里呢 他是也是 他也是传道的 的的的医生 他就说 我知道你喜爱苹果 在印度 在印度 他就给我一些苹果 他就给我一些苹果 然后他就说 我非常洗干净了 然后呢 我就没有去 问他用怎样的水 他就是用紧水 然后呢 那一个周末 我就 拉肚子 然后就影响了我整个心情 所以我也学习 最好的就不要 然后从那时候到现在 我就不 不贪人 我也不吃这些小贩 所以有些人就说 没关系 我没关系 我没关系 然后呢 可是在印度 有很多不同的细菌 是你没有 没有见过的这一个 这些细菌 就会影响你 有些人会说 我非常喜欢 奶昔 然后呢 我就说 你喜欢的奶昔 是在澳洲的奶昔 不是在印度的奶昔 印度的奶昔呢 就是在你的肚子里面转 所以我要问我自己 为什么我在 查经班 我在主日学 就是说 我要有一天 我的 在树林里 要成长 要成熟 不然的话呢 我就是 只有两个道路 你不能够在两个道路上行走 只能够在一个方向 这是多么的重要 这个原则 杀种和收割的原则 我们不能够 避免 避免 如果你 不在属灵的道路上行走 那你就已经在跌倒了 每一年我们变得越来越老 可是 然后呢 变得属灵就越来越困难 如果你不朝向属灵的事情 如果你不顺着圣灵杀种 那你就已经跌倒了 就失败了 我们必须仔细地去思考和学习 如果我们顺着圣灵杀种的话 我们必须自己 收割和收割的原则 如果你说你不杀种 你还是在杀种 你在杀的是野草 如果我们不小心 我们就会被败坏 我们就会被打击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必须学习 虽然 这是非常基本的 这一个 知识 我也是要 必须学 这是能够 做成的吗 当然 然后你必须不断的 维持 从一层次到上一层次 然后维持又到上一层次 这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说是永生 永生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永恒 第二是关于我们现今 我们现今我们必须来看 永生 我们在说的是什么 在考虑的是什么 在考虑的是什么 不是你 你信上帝 当然你会得到永生 可是呢 你的这一个 性质上的这一个 生命是如何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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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说 我说 教授 一幅说书五章 有两个字眼 一幅说书五章 有两个字眼 我要怎样分别 他会问我 我要怎样 这五个 要怎样分别 我就要解释 背景 然后我们要怎样 用 看这些不同的字眼 我们能够换 不代表一个字 比另一个字好 保罗就是在告诉你 我们用什么字 都是一样 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 两年前 他就说 我的软弱是 我不知道 希腊文 我要自己 学习希腊文 你帮我 然后到现在 他 会这样子问 他只有一个 我们这么多的 牧师 只有他 会问 我这样的 的 问题 他要杀 他 我所杀过的种子 他要收 我所 收过的 成果 你这样子观察 是好的 我们要这样子 自己 这些细节 慢慢的了解 可是 如果你是认真的学生 他这样子问 我们就能够帮助他 我们 我们在 我们在 博弹尼堂 也有一个 主日学老师 他说 他说 牧师 我可以 学习 希腊文吗 我说 当然 他 每一个星期 就会翻译 就会翻译 一个 金句 他现在已经在 到 马可福音 十章 了 他是一个 会计师 三个 孩子 是一个好父亲 他就这样子 加 马可福音 他要翻译 我是否能够 学习 当然 杀种 是不容易的 不是随便杀种的 没有一个人随便杀种 你必须翻译 泥土 你必须 看这直线 然后你才能够 杀种 杀种 时间 时辰到 你就能够 收割 然后我们也会 尋求上帝 尋求上帝 就这样子 祷告 求上帝 就 从一个 这么小的一个 这么小的一个 这么小的一个镇 这个村庄,他们就能够变成,他们在种田,耕田,还有这个村庄 然后他们就会慢慢的,又见这个,先有他们的牧师三年,三年过后,大学过后,回到这里 他要做一个牧师,要怎样帮他,一点又一点,这个教会有250人 我们能够吗?当然,在印度也是一样 然后今年我们又在印度建一个新的教会 我们能够办得到吗?当然,我们必须从头开始 我们在... 这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没有我的名字在里面 有些人问我,为什么我不放我的名字在那里? 因为我没有做,这不是我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 我的名字不会在那里 为什么? 这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 我们不顺情欲杀种 如果你顺情欲杀种,你就不能够停止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停止 我们要花时间 顺着圣灵杀种 我们就有这个性质的生命 有些人要非常长命 对我来说 又怎样? 你虽然长寿,可是你需要人家帮助,你又疼痛 为什么? 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要顺着圣灵杀种 然后保罗又要帮助他们了解 到最后就是抵制捍卫这一个错误的教导 十二节 凡稀徒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隔离 我们的专注不是我们的外表 而是我们的内心 有很多人他们要在外表,外貌看得非常好 可是我们的内心呢? 有一个母亲她写信给我说 她的女儿有一个好的成绩 非常高兴 我就写信鼓励给她说 非常做得好 然后 这是 恭喜了她 然后我就说 她们一直整年 她们都能够 她都能够参与她们的少年团 做少年团的领导 然后我们在这一组的男孩 她们每一颗都拿A 然后她们这三个男孩都说 她们都在教会里面读书 在教会里面没有让她们分心 也不能够玩电话 她们要鼓励彼此学习 她们在那里每一个读书的 她们都拿A 这是多么的好 她们只是16岁而已 我们能够吗? 我们也能够学习这样的教训吗? 当然 如果我们要找这个性质 不是很容易来看的 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要寻找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 在这个星巴克 Howard Schultz 是星巴克的创者 他非常喜欢喝咖啡 她的朋友就邀请她去意大利 然后她就朋友就给她看这是意大利的咖啡是不一样的 是真的咖啡 然后呢她就改变 她就说这真的不是 她们在美国真的不是咖啡 然后她就从 在五年内她就开始 这里的开始是什么? 就是呢她的这个性质 高性质的 她就在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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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概念 改变了她的观点 她说 星巴克 就是 第三个地方 她去到海外的时候呢 她第一要做的就是呢 他们要开自己的这一个家庭的这一个机构 她就回到她的以前的这一个学校 她就要帮她的学校 她要帮助她的学校 问她的学校要她帮助 怎样能够帮她的学校 她就这样做 这就是品质 性质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尝试 第一 属灵 第二 要啥? 顺着顺 顺灵啥种 第三 我们看这不是 为了去外貌体面的而已 这是真的 是来自我们内心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来看 这就是我的喜乐 在这个洗礼预备班和你们一起分享 这对我来说 这对我来说是多么的自然 我们要帮助如何的抗知错误的教导 不是顺着情欲 而是顺着圣灵 我们在一层次 去到另一层次 品质 我们要和别人分享 就另一层次 然后呢 波特利 就会成长 如果我们只有一个牧师 照顾每一个人 那就不能够维持 我们也想看到更熟灵的人 当然 不是我们在哪里而侍奉 而是我们要变得更加的熟灵 在加拿大也有熟灵的人 当然 不是很多 可是也有 当我们看见这些 在挣扎的 我们就要帮助他们 我们杀种 我们就这样 这样 不是我们是主人学老师 我是这样 我是怎样 这是来自我们内心 然后我们 有这一个熟灵的这层次 这就是非常自然的 然后上帝给我们力量 我们就会 如果我们不朝向 我们就朝向 只有这两个方向 你是朝向 或者是朝下 我们不成长 我们就 下 往下跌 我们就跌倒 但是我说 OK 如果你不这样做 那你就是还好吗 不是 你也不需要 你年老也不代表你会 下跌 可是我们要杀种 让我们来思考 来祷告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在 圣经里面所阅读到的 这些 不同的榜样 就好像保罗 从一个 罪人 然后呢 他能够 在你找到救恩 他变成了你的使徒 教导 我们 主啊也求你挑战我们 能够 期待 这一个熟灵 做熟灵的人 成为我们的目标 我们也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